听别人的故事,学自己的道理,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人。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老公家抱完我之后,赶去和小三偷情,不料刹车失灵,导致高位劫瘫,我赶到医院,别救了,家里没钱,婆婆带着私生子大闹,要继承所有财产。 我这样做,一招让他老底坐穿,八月十五,和家团圆的好日子。 我老公张德耀的情人特意从老家赶来陪他过节,二人白天逼我净身出户,晚上对我拳打脚踢。 打完我后,连夜回去没车只能高价挤货车,没想到货车太久没检修,刹车失灵直接将两人带进ICU。 警察给我的现场照片里,两个人都光着顶,我没想到他们竟可以不顾旁人,在车上就动情。 听警察说货车司机捡回一条命,不过右腿被树枝贯穿,已经截肢。 我看着ICU里只剩了半截的张德耀,努力压着笑意摇摇头,直到看见盖上白布的小三尘爽,我还是笑出了声来。 一个高位截贪,一个当场死亡。 真是因果好轮回,苍天饶过谁。 医生此刻正竭力地为我介绍治疗方案。 根据患者张德耀,我直接打断了医生的话,指了指张德耀的氧气罐,家里没钱,拔了吧,医生面色路难,还是能抢救一下的。 我贪了贪手,一脸无所谓地说着,那只能联系他妈了,要不然家暴难死路一条。 面前的女医生听罢,带着几分揣测地看着我身上的伤,又看向了监护士的张德耀,最后对我点了点头。 其实我说的这话半真半假,张德耀为逼我净身出户,家里的资产都已转到陈爽名下。 这样看来,我确实没钱了,但,钱很快就能追回来了。 将女儿连夜送到闺蜜家后,我找了室内最好的律师面谈。 丧偶的话,能直接追回所有财产吗? 律师的手抖了抖,交来了满意的答案。 我火速回到医院,守在张德耀身边。 王翠芬此刻正在赶来缴费的路上。 我必须在他赶来之前,先解决张德耀。 医院为其进行了三个小时救援,张德耀勉强捡回了命。 半死不活的,随时可能死。 我捏住了他的氧气管,在他耳边滴雨,再见了,我的王夫。 人是昨天晚上没的,骨灰早上就炼出来了。 我特意早起,给他赶了最早的一般火化炉。 看着燃烧的过程,我嘴里哼着,在大大的炉子里面烧啊烧啊烧,拿大大的钞票,我大大的划。 骨灰领回家时,律师打来了电话,让我准备相关手续,起诉陈爽。 我一脚踹开骨灰,将脸埋在被子里,愉悦异于眼表。 人生三大喜事,升官,发财,死老公。 今天一天,我就占了两个。 五十块钱的塑料骨灰盒也在地上滚着,撞到了桌腿才停下来。 前天也是在这里。 张德耀用毛巾包住桌脚,抓着我的头,一下接一下地磕上去。 嘴里大骂我是个婊子,死活不离婚。 陈爽坐在沙发上,摆弄着手机,娇滴滴地说, 哎呀老公,你下手轻点吗? 张德耀猥琐地一笑,嘿嘿,晚上给我的好宝看更吓人的, 没个正行,姐姐还在这看着呢。 晚上确实吓人,大货车横冲直转给俩人送到ICU。 直接给陈爽下磨了,他也没了。 我抓起廉价的骨灰盒,从高处狠狠摔下去。 沉闷得一声巨响,便宜张德耀了,死了还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活着的时候,张德耀为了多要些拆迁款,无所不用其极。 政府给的拆迁补偿款数额很高,但张德耀偏偏觉得不够, 抢拉着女儿挤在那套房子里,不让政府动工。 四十度的天,没有空调,我的女儿热得发烧,也没能让她心软。 医院给我打来电话,让我缴费,说女儿的命就回来了, 可脑袋烧傻了。 我的女儿因她成了脑瘫,与此同时,她和情人在我家,吹着空调翻云覆雨。 我怎么会离婚? 我要她的命,钱也要一分,不少地拿回来。 我拢回思绪,抬手看腕表查看时间。 差不多了。 我收拾好东西离开家。 我驱车去了机场送人,女人身上的牛仔外套, 被洗得泛白,手上还抱着个两岁的女孩。 我摸了摸女孩的头,嘱咐道,嫂子你放心, 等你下次回来,就什么烦心事都没了。 张德耀死了,我很快和政府达成合作。 带着相关材料,办手续,签字,成功拿到巨额补偿款。 政府的工作人员已经愁张德耀这个钉字户很久了, 看到我这么爽快地就答应了拆迁,握着我的手激动得热泪盈眶, 走前送了我许多鸡蛋。 感谢您这么支持我们的工作。 我礼貌地笑了笑,不用谢,配合政府工作是应该的。 我带着两斤鸡蛋回了家。 不出意外的话,下午王翠芬女士即将到达战场, 我得养精蓄锐。 我点了顿外卖,吃饱喝足,倒头就睡。 三点零一分,如雷鸣般的敲门声响起。 宋秋捅你这个扫把星,给我滚出来。 你杀了我儿子,还在家里躺着。 门外的王翠芬正在飙各种不堪入耳的脏话。 我通过门口的监控看到邻居们都探出头来。 王翠芬身边还跟了个男孩,看着比我女儿还要大。 那男孩肥头大耳,神色阴质,是陈爽给张德耀生的儿子。 我仔细对比了二人的脸,心中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王翠芬见气氛到位,坐在地上就开始大哭,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辛辛苦苦一个人拉扯大的儿子被他赶出家门, 遭遇车祸,他就是个杀人犯了。 桑尽天良啊,我儿子怎么娶了这样的毒妇, 我儿要是死了,我也不活了。 看着王翠芬哭得肝肠寸断,张嘴便是抹黑我。 说我不守妇道,和叶男人联合起来要侵占他儿子的财产。 原来张德耀颠倒黑白这个本事,是学了他吗? 他婚内出轨,却倒打一耙说我和领导不清不楚。 这对母子都戴绿帽上瘾了。 我冷笑了一声,又串了骨灰和一脚,你怎么不来维护你妈了? 我生下苗苗之后,王翠芬一直明里暗里地嘲讽我生女儿没用。 说自己家三代单传,可不能断在我身上。 最开始,张德耀让我别计较,我敬他是长辈,忍着。 可他竟然越来越过分,趁我不注意,好几次偷打苗苗。 小孩子细皮嫩肉,身上的青子看起来触目惊心。 我以为是孩子生了什么病,带去看医生,这才知道是他下的黑手。 因此,我和他两个人大吵一架,从公司回来的张德耀不问原因,直接就给了我一巴掌。 王翠芬在旁边拍手叫好,打得好儿子,女人就不能惯着。 想到这里,我将家门打开,张德耀,也是时候处理一下这个疯婆子。 门外王翠芬正唾沫满天飞地说到高潮部分。 他说,我眼里只有钱,是拜金女,所以才给去勾引我上司。 我棒到发财术了,马上就将他儿子赶出门外。 见我开了门,他从地上蹦了起来,指着我鼻子嚷嚷,快来看。 就是这个贱人,他勾引他上司被我儿子抓到。 就害我儿子在医院生死未卜。 我连忙出生纠正他你儿子没在医院,他在这。 说着,我把骨灰盒扔给他,他没接住,张德耀狠狠摔在了地上。 你们母子终于团聚了呀。 我抱着胳膊,人畜无害地呲着牙。 不用谢,骨灰和五十,记得转给我。 王翠芬似乎还没反应过来,只有面容极度扭曲。 倒是那个煤气罐先听懂了,他与张德芬对视一眼,尖叫地向我扑过来。 爸爸,你杀了我爸爸,我要杀了你。 我往旁边一闪,轻松地躲开了,不能瞎说呀,是你爸和你妈偷情。 意外出了车祸,被人发现时连裤子都没穿。 小孩子哪里听的这种话,向我扑来,王翠芬也哭着爬过去捡起骨灰盒。 你杀了我儿子,我要杀了你。 你这个烂货,你为什么不救他? 都是你害死了他,你去给他陪葬。 场面一度极其混乱,我被抓伤了几处。 万幸,警察来得很快,还正是办理张德耀车祸案件的那个警察。 王翠芬和煤气罐都被警察拉开,他俩不死心地还要扑过来,直接被警察死死按在地上。 见此,王翠芬又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哭,警察同志,您可得为我们做主啊。 这个女人杀了我儿子啊,没天理了,我这老婆子不活了呀。 哎呀,警察哪管这个谁报的警? 我赶紧过去,摸了摸不存在的眼泪,我报的,他们两个一小时前就在我家门口辱骂我。 我老公,刚死您也真的,你放屁。 王翠芬又跳起来,明明是你害死了我儿子,还打我的孙子。 我害怕的王警察身后一缩,做出一副柔弱不能自理的样子,小心翼翼地开口,左邻右舍都看见了,你在我门口骂了一个小时了。 大爷大娘立马点头,附和道,是啊,一直在这骂,咋劝都不走。 小宋半天一句话都没还口,我被吵得心脏都受不了了。 王翠芬气得不行,只会指着我说,你,你你。 好在楼上楼下大爷大娘都叫我甘闺女,否则今天这件事就没那么简单了。 我接过她的话,也带了哭腔,妈,得要是和小三偷情时被车撞了,她家报完,我就出门鬼混了,天天说鬼混,可我也不知道她在外边孩子都这么大了呀。 我指了指梅气罐,梅气罐冲我姿牙,和她爸一个德行。 大爷大娘马上开始帮枪,这孩子比小宋家苗苗都大,死得不冤枉啊。 可不是吗?要我说呀,知人知面不知心,难怪不得好死啊。 王翠芬指着我的手,又指向了大爷大娘,说什么呢,你们一群老不死的,我撕烂你们的嘴。 警察同志一皱眉,这是文明社会,你儿子车祸的案子是我办理的,纯属意外,和宋女士没有任何关系。 王翠芬又坐在地上了,扯着嗓子开始哭你们警察呀,和她都是一伙的,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啊,有没有天理,有没有王法了呀。 我耸了耸肩,看着满脸无语的警察,忍不住有些心疼。 我这稀烂的婚姻,等王翠芬解决了,马上就要又麻烦她了。 王翠芬和煤气冠被警局请去喝茶后,我便马不停蹄地带好相关材料前往律所。 我把张德耀的死亡证明拿出来,这是证据,偷情出车祸,没抢就过来。 我向来遵纪守法,不干杀人放火的事,可杀狗除外。 律师了解情况后,不像上次一样,窘迫,推了推进框说道, 根据法律,您王夫转给情人的财产属于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您收集的相关证据齐全,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那小三也死了呢?律师此刻皱了皱眉,看向我,有几分打量。 他俩一起出的车祸,你看还有报道呢? 我将二人有关的报道和现场照片拿了出来,补充着,和我没关系。 律师的眼神并没有移开,那这种情况,您可以起诉他的法定计成人。 我两眼放光,证据搜集了这么久,终于到了我最期待的时刻。 然而,我这边还没出律所,拆迁办就打来了电话, 宋女士,您婆婆带着孩子来闹,说这套房子是她孙子的, 您没权利处置,不让我们施工,您看看来解决一下。 我翻了个白眼,怎么闹的呀?是不是坐在地上哭? 是的,我们已经报警了,您来解决一下可以吗? 听吧,我一脚油门就到了老房子,一下车就听见王翠芬哭号的声音, 宋秋彤这个杀千刀的呀,他杀了我儿子,还抢了我家的房产。 一分钱,没给我孙子留啊,我们一老一小,怎么活呀? 老天爷呀,您开开眼,一道雷劈死他吧。 你别说,老天爷最近真开眼了,那不一下子就把你儿子带走了吗? 我一走过去,那群工作人员如同看见了救星,宋女士,您可算来了。 同样激动的还有王翠芬和煤气罐。 煤气罐本来和他奶奶一起哭,看到我出现的那一秒,疼得一下从地上跳起来,杀了你杀了你,你这个贱女人。 旁边一个高个的工作人员一把把他拎起来。 那工作人员目测一米九,撞得像头牛,煤气罐被他拎起来后双脚悬空, 好一阵扑腾也没能正脱开,胖脸憋得通红,只能愤怒地继续言语攻击我。 你这个贱女人,我要扒了你的皮。 妈妈说了,你早晚会被他玩死,还有你生的那个小贱种,我要让他吃我拉的事。 我冷了脸,上去就是一耳瓜子畜生不如的东西。 你说什么?煤气罐被我打蒙了,到底是个孩子,看我的眼神带了几分畏惧,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王翠芬这下子可在地上坐不住了,张牙舞爪地抱着张德要冲上来,谁让你打我大孙的? 你这不下蛋的母鸡,你再动我大孙一下试试。 正当王翠芬冲过来时,政府人员拉住他。 王翠芬简直要气疯了,这个小贱人,破烂货。 杀我儿子,抢我房子,打我孙子,没天理了是吧? 难怪会听说他年轻时候,思遍了村里所有年轻小媳妇。 我一边盯住这边的战场,一边用余光瞄着门口。 终于,警察同志的身影出现在角落里。 王翠芬和煤气罐被警局请去喝茶后,我便马不停蹄地带好相关材料前往律所。 我把张德要的死亡证明拿出来,这是证据,偷情出车祸,没抢就过来。 我向来遵纪守法,不干杀人放火的事,可杀狗除外。 律师了解情况后,不像上次一样,窘迫,推了推进框说道, 根据法律,您王夫转给情人的财产属于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 您收集的相关证据齐全,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那小三也死了呢?律师此刻皱了皱眉,看向我,有几分打量。 他俩一起出的车祸,你看还有报道呢? 我将二人有关的报道和现场照片拿了出来,补充着,和我没关系。 律师的眼神并没有移开,那这种情况,您可以起诉他的法定计成人。 我两眼放光,证据搜集了这么久,终于到了我最期待的时刻。 然而,我这边还没出律所,拆迁办就打来了电话。 宋女士,您婆婆带着孩子来闹,说这套房子是她孙子的,您没权利处置,不让我们施工,您看看来解决一下。 我翻了个白眼,怎么闹的呀? 是不是坐在地上哭? 是的,我们已经报警了,您来解决一下可以吗? 听吧,我一脚油门就到了老房子,一下车就听见王翠芬哭号的声音,宋秋彤这个杀千刀的呀,他杀了我儿子,还抢了我家的房产。 一分钱没给我孙子留啊,我们一老一小,怎么活呀? 老天爷呀,您开开眼,一道雷劈死他吧。 你别说,老天爷最近真开眼了,那不一下子就把你儿子带走了吗? 我一走过去,那群工作人员如同看见了救星,宋女士,您可算来了。 同样激动的还有王翠芬和煤气冠。 煤气冠本来和他奶奶一起哭,看到我出现的那一秒,疼得一下从地上跳起来,杀了你杀了你,你这个贱女人。 旁边一个高个的工作人员一把把他拎起来,那工作人员目测一米九,撞得像头牛,煤气冠被他拎起来后双脚悬空,好一阵扑腾也没能正脱开,胖脸憋得通红,只能愤怒地继续言语攻击我。 你这个贱女人,我要扒了你的皮。 妈妈说了,你早晚会被他玩死,还有你生的那个小贱种,我要让他吃我拉的事。 我冷了脸,上去就是一耳瓜子畜生不如的东西。 你说什么?煤气冠被我打蒙了,到底是个孩子,看我的眼神带了几分畏惧,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王翠芬这下子可在地上坐不住了,张牙舞爪地抱着张德要冲上来,谁让你打我大孙的? 你这不下蛋的母鸡,你再动我大孙一下试试。 正当王翠芬冲过来时,政府人员拉住他。 王翠芬简直要气疯了,这个小贱人,破烂货。 杀我儿子,抢我房子,打我孙子,没天理了是吧? 难怪会听说他年轻时候,思遍了村里所有年轻小媳妇。 我一边盯住这边的战场,一边用余光瞄着门口。 终于,警察同志的身影出现在角落里。 我笑笑您,肯定有权继承您儿子的遗产啊,继承呗。 见他没懂,警察赶紧解释道这套房子不在您儿子的遗产内,这属于宋女士的婚前财产。 我继续嘲讽我和德耀呢,没什么存款,给他车祸手术也花了不少。 我算了算,一共不到两万块,按照法律规定呢,是应该分给您五千。 怎么可能? 王翠芬诱火了德耀和我说了,他最少有一百万的存款。 都让你吞了是不是? 你这个桑门星。 我故作惊讶吗? 德耀没跟您说过吗? 他把钱都转给陈爽了。 陈爽跟德耀一块死了,尸体还在太平间呢,德耀转给他的钱啊。 要拿也是算陈爽父母头上。 您赶紧找个律师问问,再去医院看看,现在追回还来得及。 王翠芬这下子彻底傻眼了,没想到自己闹了半天,居然一分钱没有。 我冷笑了一声,他想不到的还在后面呢。 托张德耀的福,我找到了陈爽闺蜜的电话,给了她一千块,让她赶紧告诉陈爽父母。 他们的女儿被张德耀害死了,张德耀的妈还要侵吞陈爽的财产。 老两口一听到女儿死了,两眼一黑差点昏死过去,不过很快就重振旗鼓,估计这时候也已经杀到医院去了。 果然啊,等我慢悠悠地吃完饭赶到医院去,刚好看到医院门口,两个人扭打在一块。 你女儿勾引我儿子,害了她,还好意思要财产。 我呸,明明是你儿子不要脸地追我女儿,今天送花明天送蛋糕的,这才害得我家爽儿客死他乡啊,哎呦我的爽儿啊。 定睛一看,这不正是我那个不讲理的婆婆和陈爽他妈妈? 周围已经围了理三层外三层的吃瓜群众,我赶紧挤到前面,加入吃瓜大军。 两个人的战争已经由护骂升级为揪头发,旁边一个穿着中山装,右手拇指带着翠绿扳纸的男人脸黑得能低沫。 住手?你和这种泼妇有什么好打的?两个人哪里听得进去这个?陈爽妈打架之余回头吼道,你的人呢?叫过来把这泼妇丢出去啊。 回手又给了王翠芬一个大滴兜。 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这,果然一山更比一山高。赶紧打开相机记录王翠芬的美好生活。 陈爽妈利用身高优势完全碾压王翠芬,做一个大嘴巴子,又一电炮。 王翠芬头发都被揪掉了好几把,怎么急也打不到陈爽妈。 最后不知道谁报了警,警车滴滴滴地来,又滴滴滴地带走了他们三个。 上警车时,我明显注意到陈爽父母表情极其不自然。 见到警察时,就一直在解释是误会,看得出来他们抗拒警察局,又或者是害怕。 我收起手机,在某英上注册了个小号,上传了刚才的视频,配文,六十老太为爱做三。 既然他喜欢乱说,现在就看看谁更能乱说吧。 可我没想到,让婆婆和陈爽父母碰面这个举动,害了我自己。 我着手起诉讨回财产。 听说,王翠芬又和陈爽妈撕了几次,老当义壮,都打进了医院。 不过他很快也就反应过来,和陈爽妈撕是没有结果的,两个老貂婆一合计,又开始打我的注意了。 他们来找我闹,逼着我放弃继承,不允许我起诉追回财产。 电话威胁,找人半夜来砸门,祭死老鼠,手段层出不穷。 尤其是陈爽的父亲,他早期魂黑,虽然现在成功洗白自己,但是以前的势力还在。 他让手下堵在门口泼油漆,跟踪我出行恐吓我。 我一边假装担惊受怕的每次都报警,一边保留好所有证据。 这天我下班,还没来得及进车里,就被突然窜出来的王翠芬抱住了胳膊。 你这个小当妇,连和肩夫害死了我儿子,还在这招摇。 我看见陈爽妈站在不远处,身边还有人举着摄像机对着我。 正是下班的时候,大街上人来人往,都驻足看向这里。 王翠芬见人多了,拉着我就往街边上去,边走还边嚷道大家快来看那就是这个小贱人,他跟公司领导偷情啊。 被我儿子发现了,就找人撞死了我儿子啊。 我这老太婆今天命都不要了,就是为了给我儿子讨个公道啊。 我翻了个白眼,真是这几年功力不行了呀。 骂了好几天,还是这几个词,都没点新鲜词汇。 我回握住王翠芬的胳膊,轻而易举地把他拖回公司楼下。 他想去大马路上作死,我可不想。 我大声喊道妈,您别造谣了。 您放心,就算您和德耀都出轨了,我爸也是爱你的,我也是爱德耀的,我们不会不管你的。 不就是造谣吗?我也会。 经我这么一提醒,周围人一下子想起来,这不是最近爆火的六十老太为爱当三的主人公吗? 大妈自己的生活都够乱了,还在这说别人。 谁不说呢?为老不尊。 小宋多好的人呐,他老公出轨了他还想着他婆婆呢。 要我说呀,人就是不能太善良了,这要是我婆婆,我早一巴掌打过去了。 王翠芬见周围没有一个同情他的,反而都在为我说话,脸仗成了猪肝色。 可突然他接到了一个电话,不知对面说了些什么,他冷静了下来。 王翠芬死死地盯着我,嘴里喃喃着,我说怎么我儿子揍完你,他就死了,在律师的帮助下,我把他们告上法庭,要求陈爽父母及王翠芬归还我和张德耀婚姻存续期间他非法转出的夫妻共同财产,并且上交了所有他们威胁我恐吓我的证据,要求他们赔偿我相应损失费用。 但场面和我想的不一样,他们全程安静地坐在位置上,十分淡定。 王翠芬眼里满是得意和稳操胜券。 最后一轮发言,到他们那边时,辩护律师起身发言,审判长,我方被告人于昨日已提交新证据,且货车司机也愿意作证宋秋同事买凶杀人,蓄意杀夫。 听到这话我心中咯噔一声,但表情依旧淡定,唇角笑意不减。 见我没露出惊慌失措害怕的表情时,王翠芬设想落空。 你个贱人,死到临头了,你还在装,如果你要是现在跪着求我原谅,我争取不让法官判你死刑。 单一句话就暴露他是个无知法盲,还把自己身份凌驾在审判长之上。 主位的审判长听到这话,宁眉不悦地将手中法锤重重一敲,散发强大气场。 还没到被告人发言,请保持安静。 法官开始要求提供他们证据,对方辩护律师把手中材料交由专人递交审判长。 这是我方收集到宋秋彤在一个月前与货车司机的金钱来往明细,供两次汇款明细,共计一万两千。 我心中痴笑,一万多块钱就能说我买凶杀人了。 尽管张德耀在我眼中一文不值。 在得到审判长允许后,我起身从容解释。 我和货车司机是同村长大的,上个月我被张德耀家暴回到老家,意外碰见他,他问我借了六千,说是被人骗贷了高利贷,现在对方威胁不还钱,就要把老婆女儿给卖掉到国外去。 出于交情,我借了六千,等到没过多久后,他又问我借了六千,与此同时发来他被人殴打逼债的视频。 我手上放着大明哥被揍的鼻青脸肿的视频。 对面的陈爽父母坐不住了,两人眼神紧盯我手里的视频。 这种情况,我能不借吗? 与此同时,我解释了张德耀和大明哥,也是双方认识,所以才会答应收费开货车送两人回城。 审判长开始要求被告方证人出庭作证。 终于,王翠芬急了,频繁地看向门口,迟迟没有人来。 随着时间流逝,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审判长的耐心也随之消失。 我笑意不止,他不会来了。 大明哥借了陈爽爸爸的高利贷去赌博,被逼着还债,威胁要把他老婆和女儿都卖掉。 一个月前,我回老家正好碰上了借酒交仇的大明哥,我惊讶陈爽的真实身份,同时顺势说出了心中计划。 大明哥说债他是还不起了,但妻女他必须保护。 最后,他点头答应我的计划,我赚了六千先让他应付着,争取时间。 同时也不下有钱不还挨揍,朝我借钱,留证据洗清我的嫌疑,同时答应做伪证,坑了陈爽父母,一大笔钱偿还了高利贷,剩下的钱留给妻女,最后自杀赎罪。 大明哥说,赌隐他是戒不掉的,只要活在世上,他无时无刻都想去赌。 不让赌不如杀了他,所以他不如做件好事,用自己的死揭开他们的罪行,阻止陈爽父母继续害人。 于是就在半个月前,我故意以给嫂子找到工作的借口,从村里接走他的妻女,然后借钱送他们出国暂避风头。 终于门被推开,但却不是证人,而是另外一个检察官。 他快步跑到审判长面前,在他耳边低声嘶语。 被告,你们方的证人在来的路上已经自杀身亡,县警察已经在处理,并且警察查获新的线索,提交了你方陈宗和杨雪的犯罪证据,案子变得复杂起来。 大明哥自杀前留下遗书,上面写着陈爽父亲涉嫌违法放高利贷,母亲拉提条做性生意。 他死之前把我搜集到的证据全部都整合,在住院的时候就交给了警察,并且把所有罪名揽在自己头上。 他故意杀死陈爽以此来报复陈宗。 陈爽父母很快就被赶来的警察带走,留下手足无措的王翠芬。 庭审继续,王翠芬没了这个证据,一下就处于劣势。 而我就不一样了,手续和证据齐全,让人挑不出一点破绽。 在即将终审判决的时候,王翠芬崩溃地在法庭上咆哮,不宫廷。 你们肯定都收他钱了,你们是不是都惦记我儿子的拆迁款? 他似乎以为,只要他还像原来在家里那样瞒不讲理,正义的天平就会向他倾斜。 可这里是法庭,不会因为谁喊的声音大就偏向谁,一分一毫。 他甚至还想冲上来打我,审判长警告多次无效,最终被罚款并逐出法庭。 张德耀因婚内出轨,家暴等罪名被判净身出户。 而房子本就是我的婚前财产,拆迁款自然也是归我。 反而这些天王翠芬对我进行的骚扰和人身攻击,他还要赔付我两万的务工费和精神损失费。 但我还是很善良的,从赔款中减去五千,说好了要给他五千的。 陈爽父母的罪行被揭露,引起全市的轰动,上了各大视频软件的热搜。 两人无恶不作,这几十年来逼得不少家庭破裂和花季少女走上不归路。 最终被判死刑,没收全部财产。 我辞了工作,卖了房子,带着女儿回到了父母身边。 在新的城市,我找到了新的工作。 城欢西夏,三世同堂,天伦之乐。 虽然有不少存款,但我还是每天朝九晚五,过着普通的生活。 也有不少值钱的朋友告诉我王翠芬的凄惨。 随着那劳两口入狱,孩子被丢给王翠芬养着。 村里都在传这孙子是野种,为了证明,他拉着孩子去做了亲子鉴定。 结果他宝贝这么多年的大孙,压根不是他们家的种。 我这才隐隐约约地想起来,张德耀是在酒吧门口捡到喝醉的陈爽。 他起了色心,正好陈爽也晚得花不介意。 在了解陈爽家事后,张德耀更不愿意放过他,开始当舔狗,还把钱都悉数交给陈爽表真心。 看来,这陈爽也不是那么喜欢他,甚至还精心为张德耀准备了戴绿帽子。 王翠芬受不了这样的刺激,变得疯疯癫癫的,每天都在垃圾堆里捡吃的,还不停地咒骂我。 随他去吧,毕竟也只能过个嘴瘾了。 现在我只要每天看到女儿稚嫩可爱的小脸,就觉得幸福极了。 女儿也问过我妈妈,爸爸去哪里了? 我告诉她,既然没有爸爸我们可以活得更好,那我们就不需要爸爸了。 人这一生,不是别人有什么,我也非要有什么才算完美。 而是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取悦自己,及时止损。 接下来再给大家分享另一个故事。 带娃四年,儿媳突然给我十万带娃费,原本感动,得知真相,我哭了。 我老伴早年去世,家里只有一个儿子,我一个人抚养着儿子长大,说辛苦也辛苦,但儿子也很争气,学习成绩一直都不错。 儿子考上了研究生,但也没有从我这拿太多的钱,都是跟我借的,后来申请到一些奖学金,又还我,我也收下了。 年轻的时候,我就跟着儿子到他读书的城里找工作,等到儿子毕业后,儿子就不让我工作了,说我太辛苦。 于是我就直接回了老家,老家有的是地,我就种了很多菜。 等菜可以吃了,我就骑着三轮车去小镇子上买,也有了一份收入。 自己种菜挺辛苦的,但我乐在其中,而且还有不少的收入。 就这样,儿子在城里工作了,说以后挣大钱了就接我过去养老。 我心里也高兴,儿子平时生活也不容易,我也不跟儿子要钱,一直都是省吃俭用的,买一些自己种的菜赚钱。 儿子工作几年,攒了些钱,就和家本就在城里的儿媳结婚了。 儿子结婚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儿媳。儿媳长得好看,也有稳定的工作,家庭条件不错。 儿媳对我也十分热情,丝毫没有看不起我这个乡下人的样子,我心里悬着的一块大石头也放下了。 儿子结婚后两年内就有了大孙女。生大孙女的时候,我原本想留下在儿子家里帮忙。 大儿媳说我伺候她洗澡什么的她很害羞,不好意思让我伺候她。于是就叫了亲家母在儿子家里。 儿子儿媳的家里是三世的户刑,所以直接没有我可以住的地方,也就回了老家种菜了。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儿媳对我态度却变了很多,开始有意无意地埋怨我在儿媳月子期间不照顾她这事。 但当时明明就是儿媳自己不让我照顾的,怎么后来就成了我自己不愿意照顾儿媳了? 我觉得十分不高兴,但随时时间地流逝,很多不愉快也就烟消云散了。 毕竟我和儿媳见面的次数趋值可数。儿子三十出头的时候,儿媳竟然意外有了二胎。儿子跟我说这个好消息的时候,我也十分高兴,已经有了一个孙女了,希望再加一个孙子,那么也算是龙凤城祥了。 我知道儿媳有了二胎,而且加上之前儿媳对我的误会,就经常上儿子家里去,带着自己种的有机蔬菜或者家里养着的一些鸡鸭去,做了给儿媳补补补。儿媳见我对她关照有加,对我的态度也好了很多,婆媳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和谐起来。 上儿子家好几次,转眼就过了好几个月,儿媳也快到生的时候了。儿媳在医院给我打电话说,妈,上次生大宝的时候让我妈照顾了。 我妈说最近她身体有些不舒服,不方便来了,这次二宝就想让您照顾一下,您看行吗? 听儿媳这么说,我心里一阵高兴,立刻答应下来。没多久就把菜地交给表姐照看,自己收拾好东西就到儿子家里住下了。 刚到儿子家那几天,我每次早起,给儿媳做早饭。儿媳睡眠前,总会被我吵醒。 于是我只能先在屋子里躺几个小时,再起床,连上个厕所都得小心翼翼地,生怕吵到儿媳休息。 在儿子家里觉得十分不自在,这不好,那不好的。没过几天我就在盘算着能早点回老家的事情。 但万万想不到,四年后,我的心态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久,儿媳就生了一个小孙子,看着小孙子像一朵棉花糖一样,软软地在怀里冻着。 我回想起了生儿子的那段时光。那个时候丈夫很心疼我,对我一直无微不至,儿子又健康,那是我回忆里最美好的时刻。 就这样,小孙子闯入了我的生活里。儿子要上班,请假的天数很少,家里就只能我去照顾儿媳和小孙子了。 我忙前忙后地,一边照顾月子里虚弱的儿媳,一边要照顾随时都哇哇大哭的孙子,偶尔还要管已经上学的孙女。 当初在儿子家里的不适应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好像变成了儿媳的顶梁柱。 我十分享受这样的感觉,比我一天卖了三百块的菜还高兴。 当然,这样的生活还是很辛苦的。儿媳对于一日尝三餐都十分挑剔。 想吃这种水果,不能吃那样的菜叶子,不要去那家买菜,要上哪家哪家买肉。 总是要交代一大堆,每次出门买菜就把我累得半死。 孙子呢,可可爱爱的,但总是白天睡觉,晚上各种闹腾。 但还好我每天都睡得比较早,半夜被孙子吵醒也算是已经睡了好几个小时了。 但我这个人有一个坏毛病,就是,只要睡觉中途醒了,就会一直睡不着。 十分痛苦,但看着被自己哄入睡的孙子,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原本我以为只需要照顾几个月就可以回老家了,但儿媳请求我留下来照顾孙子。 说儿媳最近工作上有很多落下的事情,很忙,没时间回家照顾孙子。 于是我就这么留下来了。 孙子变成了我的全世界。 家里多了一个我,儿子儿媳就不经常回家了。 大部分家里的买菜钱都是我自己掏的积蓄,而且每次去买菜我十分心疼钱,但想到家里的孙女和孙子,就又买一些贵的好的食材。 很多时候,孙女的家庭作业都让我去监督,可我哪有什么文化。 每次孙女跟我说写完了,我有就相信了,就任由孙女去玩手机。 好几次儿媳都怪我没好好看孙女完成作业,可我确实不太能应付啊。 偶尔家里还是会有一些小矛盾,但过后大家也都不计较了,家里还算和谐。 大部分的时间我会带着孙子去附近的公园里看看花花草草 偶尔也会带孙子去街上买一些生活用品和孙子想要的玩具 现在小孩子的玩具价格真的挺吓人的 逛一次几乎就花了大几百 就这样,孙子也慢慢长大了 学会说话、学会走路、学会叫奶奶、学会给奶奶分手里的食物 转眼就四岁了 孙子也开始上幼儿园了 我也不能天天一直陪着孙子了 心里十分难受 每次去接孙子都是十分期待的心情 四年的时间 我早就把儿子家里当自己家了 许多东西都直接搬过来了 还在我那屋买了很多家具 我心里默认了从此就待在儿子家里了 家里随时因为像个孩子热热闹闹的 吃饭也抢着吃事的 十分殆尽 我也越来越喜欢上这种全家人在一起的生活了 可有一天 儿媳竟然给我拿了一张银行卡 上面用小纸条贴着密码 我惊奇之余 儿媳温柔地对我说 妈!这些年您辛苦了!照顾我们那么久 算起来您带孙子也快四年了 这是您的带娃费 我下意识地拒绝了 我回答 带自己孙子要什么带娃费?这是我应该的 这钱你们收着 以后有用的地方 一边将卡推给儿媳 儿媳有急忙说 妈!您拿着吧!这钱您一定要拿下 您的付出我们都看在眼里呢! 听到儿媳这么说并十分强硬地把卡赛给我 我就收下了 十万 可真不少 儿子也知道这件事情 说我辛苦了 让我自己拿着 我心里十分感激 觉得自己的付出孩子们是看在眼里的 却不知道这卡并不全是好意 当晚我就高兴地睡不着觉 心里十分激动 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突然觉得尿急 想去上个厕所回来 却发现儿子儿媳屋子里原本熄灭的灯又亮着 两人似乎在吵架 我偷听了一回 儿子说 你这样做 我妈会难受的 儿媳反驳 难受什么 你妈早就住惯了乡下 还有 你就只想着你妈了 那我生病的妈谁来照顾 家里就三间房 我爸妈来了 那还有你妈的房间了 再说了 我不是给了她十万养老钱了 不少了吧 除非你以后换更大的房子 否则别想让你妈再来我家里 说着儿媳委屈地哭了起来 儿子沉默着不说话了 我在那时得知了真相 原来是亲家要住进来 所以财富了我带娃费 顺便赶我走 我立刻悄悄地回到了房间 躺在床上 心情却变得复杂起来 想到要离开这个住了四年的家和儿子 我就忍不住哭了起来 我哭得很小声 捂着被子 生怕被他们发现 看着有十万存款的卡 我最终决定离开儿子家 回到农村去种菜卖菜 第二天 儿子也没拦我 儿媳一脸高兴地送我离开了家 回到老家 家里变得十分破烂了 只有菜地还是一片生机盎然 看到菜地 我就又有了盼头 相信自己一个人的日子也会越过越好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 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 祝你幸福安康 万事如意 同时欢迎您留言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